明星期天下午 醫院廠廊擠滿的人 澎湖民眾排隊等看醫生 一 二 三 对 对 对 放鬆 一定到一个月我再过来看 加油 下次这个手的力量会更回来 我那时候就决定的时候就先调查 调查看到底这边的民众 有多少人有这个需要 后来看吓一跳 他们说如果要挂澳的话 他一个枕量三百个 两三百个 每个月来一次的巡回医疗 厂厂放满 每个人病情不同 但心情都类似 我这个已经很久很久了 朋友们的医疗设备比较不好 这你大概忍得多久 好久了 大概几年吗 超过 你特别用力他才能谈得起来 这二月份的时候 我有来这边住过了 就谈不回去了 就是要再特别再给他 说真的 是要严重到 有一点受不了的才会去 如果说还可以接受的话 就说好了就算了吧 大部分这边的人 我们看得到他们很能忍 几个月几年 疼后 他们都是习以为常 小病能忍 但十多年前出了大意外的李世杰 就很辛苦 因为头盖骨碎裂 开刀 就暂时稳定生命 在胖骨除了护腺以外 就没有更好的医疗 可以让我们的身体 更加的状况更好 找不到 无奈背后 是里岛居民 就医不变的心酸 驻澎湖本岛的民众都如此 二三级离岛的怎么办 对于老居民来说 要看病真的是舟车劳顿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 先必须要搭每天 一般固定时间的交通船 往返本岛到离岛 在澎湖 有人居住的二三级离岛 共13座 以我们要去的将军雨为例 居民早上 要先搭一小时的船到旺安 再从旺安换雨船到将军 这一趟光搭船就快三小时 若真要看病 来回往返 得花大半天 像我现在牙齿在痛 有时候 那个 有时候难找 连生病的权利都没有 卫生所只能处理小部分的而已 像比较重大的一定都要是 都要到 那个 马公本岛 然后甚至更严重的就要到台湾 这也是算我们这里的急诊区 隔壁是看门诊的地方 我们大概就这两个地方 像一些基础的伤口的处理 缝合我们大概都有办法 但是像严重的骨折 复杂性的外伤 脸部的大面积创伤 跟严重的烧伤 大概我们这里可能没有办法 我们都是给一些初步的 生病症状的稳定之后 大概就会用直升机后送到 台湾本岛 或者是山轴或鼠躬医院这样子 一般情况卫生所能处理 紧急情况只能靠后送 澎湖的困境 等于是全台离岛医疗的缩影 安全第一 空中转枕后送 是离岛集中症病快 求生的最后一线希望 和死神活动背后居民更怕的是 一切来不及 一个好好的人 可是一位飞机的体内 掩误救治就这样子不切了 是不是我爸就应该 活该倒得去死是不是 澎湖村长陈生雄 2002年因为胃出血 被紧急送到卫生所 当时德安航空派驻 澎湖的直升机返台维修 卫生局晚上6点59分 请求本岛支援 空庆总队8点10分台中出发 接人送到高雄 将近晚上10点 村长最后送医不治 加油 加油 胃出血其实在台湾 不是重要的病 一两个小时若是能够 尽急的有适当的医疗 都可以救活 但是在离岛就没有办法 你如果中风或心血管疾病 不要说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你就救不我 依紧急后送通报流程 离岛金门 连江 澎湖 台东等 地区医院或卫生所 接到紧急个案 可启动转诊医疗机制 微服部空中转诊中心 审核通过后就会派船舰或直升机 进行空中或海上转诊任务 一般来说整个流程能在2至3小时内完成 我们在95年开始就有所谓的空中转诊 后送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依照法庭的规范是15分钟内要完成这个审查 但是我们现在实际的作业 近三年来我们的平均都在5分钟以下 就完成审查了 空中转诊体系建制以来 每年平均执行200多趟后送任务 延误案例虽然不多 但只要发生一次就是居民心里永远的痛 有发生过一个年轻 大概20岁左右的年轻女性 骑车在我们的环导公路摔伤 她内部肚子出血 后来那个送上去马公就走掉了 心肌梗塞 结果呢 还有没有的 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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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后送效率 澎湖金门2018年将比照马祖 用常设医疗直升机 采用的就是这型 AW169轻型直升机 直升机进驻澎湖 节省了本来原本空中审核之后 从我们要先通知台湾 然后再从台湾再回到澎湖 这一块的时间 直升机进驻离岛 将节省一半后送时间 但就算如此 问题依然存在 因为空中转诊 还要看老天脸色 因为天气不好 他们可能也没办法降落 而且已经天晚 所以后来我们是从 先把病人用交通船送去旺安 从旺安的飞机场 就是飞去高雄 蔡霍理师在澎湖江军宇服务 超过五年 不止一次在危险飞行 和抢救病患中天人交证 直升机其实很怕撤风 所以说其实也很危险 但是你也不能不送 因为病人放在这边 你也担心他 但是你担心自己的安慰 但是病人也很重要 我们的政策是 以在地医疗为主 空中转诊后送为福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 尽量的还是留在地 但是要尽最大的力量 降低夜间后送 因为夜间后送跟白天后送 它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衛福不希望 提升其重症预警机制 强化在地医疗处理能力 降低空中转诊风险 但这都要等资源人力到位 我们现在前三名的后送 第一个是心血管疾病 第二个是脑血管疾病 这个东西 你都必须要靠到 赤磚科来协助跟帮忙 也需要有一些好的诊断仪器 我也是每年都缴健保会 对不对 但疫情跟台北为什么差那么多 人家台北的医疗为什么那么好 离岛居民的切身经验 让他们对在地医疗缺乏信心 会有加快基础建设 及资源投资 才能重建居民认同感 让这样的无奈 是不是在澎湖不太感受到 对… 永远留在过去